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6月的9号了 那今天呢 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的菜园 看看6月初的菜园 到底长了什么情况了 那首先呢 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新开的菜园 在两个月之前呢 还是一片荒地 长满了杂草 那现在呢 我把它种上了土豆呀 还有冬瓜 南瓜 马铃薯 这些还有一些西瓜 那这里就是我的菜地 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还记得吗 两个月之前呢 我把鸡窝清理出来的垃圾 都铺到了这一块地 现在我已经种满了 土豆 土豆已经在开花了 马上就接土豆了 想不到才短短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的功夫 就已经变了个样 不过说实在啊 没事 别随便去开花 因为工程真的很大 因为我只靠一个 一把铲铲铲 还把土地翻一遍 然后把所有的草根 都 大部分的草根吧 都清理出来 这样的话 才不会长很多的杂草 因为大家看到 原来就是长满了 这些杂草呀 好 那现在大家看到呢 这一行呢 我种了几棵的西瓜 西瓜苗呢 是买回来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遇到苗 然后中间这里呢 我还套种了一些黄瓜 因为确实没有地方种了 我就把它种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小冬瓜的苗 到时候它们长出来爬藤了 就可以往这边草地上爬 这样我就把这些杂草呢 都控制在一定的高度 就不用整天去残草 然后这一床呢 隔壁这一床呢 是我后来5月20号左右种的马铃薯 后来我又去买了5磅的 马铃薯的这个种子回来种 现在都全部出苗了 已经长得蛮大棵了 原来呢 我是准备要等到6月中旬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才种的 但是因为它发芽 发得挺快 所以我就把它种得早了 然后隔壁这两床的土豆呢 我种了三个不同品种的土豆吧 一个是紫色的 还有一个白色皮的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忘记叫什么品种了 总之三个不同的品种 就是4月底的时候种下的 已经开花了 那开花了就代表它已经结了小土豆 不用多久这里就可以收土豆了 然后旁边的话呢 我因为把草莓的这些小苗从草莓的床清理出来 没地方种 拥了也可惜 我就把它全部种在这儿 看兔子来不来吃 这两行呢 土豆呢 它看起来叶子有点黄黄的 不知道是不是营养不良 后来呢 昨天我就去拿了一些肥料 十三十三十三的肥料 把它撒在行与行的之间 希望它长得好一点 这边的土豆也开花了 这些我自己留的土豆的种子 小土豆有几个没长出来 一二三 大概有三颗土豆没长出来 不过总体来说 长得还蛮不错的 听我奶奶说 新开的地呢 拿来种瓜 特别好 特别是种冬瓜南瓜之类的 所以这一床的这个 这个菜床呢 我就也是种了几颗的西瓜苗 南瓜 南瓜我也是种了几个不同的品种 这是日本的一个南瓜品种 这三种 然后其他的这边呢 靠着边边的话呢 是一个butternut squash 就是那个 像是蜜本南瓜的那种 然后中间这一床呢 是 香芸南瓜 我从 往上面 从中国寄来的种子 发芽率 出苗率 不是挺理想 我种了三种 才长了两颗的幼苗 看这南瓜已经有虫子在吃了 不知道是什么虫子在吃 我的南瓜叶子呢 的时候 它们长出来了 就可以往这一边的地爬 这边我是用了那个黑色的塑料盖住 把杂草都杀死 到时候这边我又可以另外开一个床 一个菜床 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开新的菜床的话呢 建议买这种黑色的塑料布 把地盖住 杂草都全部死光光了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到底 我说的是什么情况了 这个 塑料布呢 我这里呢我就盖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大家看到底下吗 草全部撕掉了 旁边长得很茂盛 但是盖住的地方 杂草就已经死光光了 那呢 现在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新开的这个南边的菜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那南边的菜地呢 带大家参观完了以后 那我就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我的阳光房 这里就是我的阳光房 原来在 这一边这个床 种的 娃娃菜 大白菜呢 都还剩下两颗 那都其他的全部都收完了 种的香菜 现在因为 这里面暖 也开始 老了 然后要抽台了 这里呢 一会儿呢 我把它全部都清理掉 那这样的话呢 我还有一些节球的生菜 另外我 把我之前在菜地种的 茄子挖回来 种在这里 因为外边的话 有那种铁线虫 差不多把它们全部都杀死了 我就尝试把它们移过来 放在阳光房里面种 看看能不能成功 那这里呢 另外我种了一颗 香芋的南瓜 这里也是香芋南瓜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爬满这整一个阳光房 因为南瓜需要非常热的天气 他们喜欢热 其他的菜太热了 这里夏天没办法 没办法种 那另外的话呢 我这里也种了秋葵 这些我就也是秋葵 里面我总共种了大概十颗的秋葵 其实这个秋葵种在阳光房里面 跟外边我种在菜园里面的秋葵 长得差不多一样 没多大区别 那这些我另外育苗 育了一些西兰花的苗 因为我春天的时候 种的西兰花今年长得不咋的 因为虫子太多了 而且天气一冷一热的 前一段时间都达到了90华氏度 虫害太多 看样子不是太理想 所以我就又育了一波的苗 这茄子种在里面的 长得非常不错 这是中国的长茄子 然后这里这一棵也是秋葵 这是一个什么菜我忘记了 因为是之前育的苗 没做好标记 估计看起来像是西兰花 这一棵是包菜 辣椒 大家看到这一个 知道是什么苗吗 这个是一个甜菊 就是叶子是甜的 你泡茶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甜的话 这些叶子很甜的 就像糖一样 真的好甜 已经开花了 我之前在网上面买的种子回来 我想要自己育苗 但是 一个一包的种子全部撒光了 一棵苗也没占 到现在 看到这里 所以的话 那一天我去阿米什 阿米什 一个阳光房 他们专门卖菜苗 楼呀花栏呢 这些地方 刚好看到 他有这个小苗出售 而且不贵 才两块钱 所以我就好不犹豫的买了一棵 好 那这个就是现在阳光房的一个情况 那旁边 我的阳光房 这里我就随便种了一些多出来的红薯苗 旁边就是我的一个小花园 勺要开的正宴 然后这一棵 水蜜桃也是结满了桃子 给大家看一看 这水蜜桃已经长得蛮大颗了 还蛮多 结了蛮多的果的 希望今年有收成吧 去年我就颗粒无收 那在水蜜桃的旁边呢 我把我的大黄的小苗移栽到这来 现在已经长得蛮大了 我育了大概有8棵的苗 到种下以后只有4棵成活 我的玫瑰花呢 去年冬天的时候也吐过来 吃到观光 吃到地平线 现在又重新长出来 有一些花苞了 今年过冬之前呢 我一定要把它们保护起来 这样以免受到野兔的破坏 看每一棵玫瑰花都吃到这么短 有几棵呢长得不是太好 才出了一点点小苗 那这些这里呢 我自己育的水蜜桃的苗 也是移栽到这来 那里也种了一棵 这里呢 种了其他的一些多年生的花 还没长出来 这里也是水蜜桃 到时候我要把这个小的花园 变成一个小的果园 那里总共种了40棵的小的水蜜桃 那这个呢 是我的苹果苗 苹果树 已经种了今年是第三年了 今年但是没有开花 因为去年我把它剪的 修剪的太厉害了 就没有开花 那另外那一棵大苹果树呢 有很多的苹果 今年也是结了挺多的果的 那在我这里呢 林泽过道的地方呢 我就种了一些 薯吉尼 中文叫什么瓜来着 已经在开花了 这里种了两个不同的品种 还种了小的辣椒 听说呢 薯吉尼啊 还有辣椒 番茄茄子之类的植物呢 野兔和野鹿不爱吃 不爱过来糟蹋 所以我就试验性的 在这里种了几棵 看看到地野兔 会不会过来吃我的薯吉尼 看昨天开的花 因为没有那个公花还没开 不知道能不能结果 不知道有没有东西过来受粉 不用过太久 我就能吃到薯吉尼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花园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我们去看一看我的 北边的菜园 好 一开门进来呢 在非常左边的靠着 卡尔兰山的地方 中的 湿基豆 已经爬藤爬上来这么高了 也有一些虫子吃 正在吃我的豆的叶子 然后呢旁边呢 我这些是多年生的一个虾鱼葱 然后这个是欧芹 然后我套种了一些西芹 生菜 几种不同的一个生菜的品种 西芹 一直套种到这个地方 都是西芹 就是我最早一波的西芹 玉的那个西芹苗 长得郁郁葱葱的 然后这里是韭菜 也是 套种在这里 种了两年嘛 然后在 在这里呢 我架起了 用一个铁架子 架起来一个这样拱门的一个形状 在旁边呢 我就种了丝瓜 就是我第二次 遇的丝瓜苗 长得还蛮健康的 我第一次 五月份的时候 遇的丝瓜苗 看起来营养不良 而且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蛮冷的嘛 都长不起来 苗的看起来已经很老了 但是就是长不起来 那这里的话到时候 他们长起来就爬 拉上去 这样子 看起来非常漂亮 那这一个菜床呢 我另外种了一些生菜 秋葵 还有 还有洋葱 中国香芹 好回头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洋葱 忘记告诉大家 这是我后来去买的洋葱苗 糖果洋葱 对 长得蛮不错的 旁边是韭菜 有几重的韭菜 那旁边这里呢 是我 在五月初的时候 种的 一个豌豆 之前已经做了一期视频 种的这个豌豆 现在马上就要开花了 种的很密 因为种的密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搭架子 这里是三月份就开始 种的一个胡萝卜 其实胡萝卜 我没必要种的那么早 它不到温度 不到那个程度 它也不会发芽 有一些地方没长出来 长得不齐 那这一边呢 靠着东边的兰山呢 我也是种了 四季豆 这个四季豆呢 我可以把它留着 就收那个干的豆 然后旁边边呢 我也是套种了西芹 西芹的小苗 那在这个角落呢 是Oraganal 牛肆 还有一些薄 薄荷 还有虾仪葱 盐西 那这一床呢 就是我的洋葱 也是我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育的洋葱苗 种的一栽到这儿来 我有之前做了一期视频的 那大家看到 为什么这么短呢 因为我今天早上 才帮他们剪了一个头发 那这一排呢 是大葱 我后来是在网上买到的种子 种的大葱 现在长得已经蛮高了 靠着围栏那里呢 我种了一些苦瓜 那里也是苦瓜 还有四季豆 黄瓜 才一栽两周 已经长得 已经开始爬藤了 那这里呢 是我的 草莓的一个菜床 马上就要变红了 很快就有草莓栽了 好多蚊子呀 很多的草莓 其实在底下 这里呢 是我莴笋的菜床 我摘了叶子来吃已经好几遍了 不用多久 这个莴笋就可以收藏 把它收掉 然后再种一些 移栽我的西兰花 大家来看一看 我后来一起摘的 西芹呢 长得很壮 西芹呢 一定要摘得很紧 很紧密在一起 而且呢 需要很大的肥 长得郁郁冲冲的 其实长得比我在那个小的阳光房 还要好 那这边呢 就是我的辣椒 圆椒的一个床 这些呢是紫色的一个品种 这些是青椒这一行 然后最后这三棵呢 是我后来在 这些Amish Amish那个阳光房买的一个 Halapeños 一个辣椒 已经有开花了 这青椒也是 很多的叶子 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叶子摘回来吃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行呢 是我的番茄 还有荷兰豆 番茄呢 已经有番茄了 才种了 移栽了有一个月了吗 对 母亲节的时候移栽了 到现在正好一个月 过一天 比刚移栽的时候 长多了两倍 虽然说我们有遇到寒潮 但是还是长得蛮好的 我的 这些 荷兰豆爬的蛮高了 估计也很快就要开花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还没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在这里 番茄的边边前面 种了一些 红萝卜 胡萝卜套种 如果你不种一些东西来盖住这些地的话 它就会全部长满杂草 看到吗 因为下雨多 草长得太快了 胡萝卜才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已经发芽了 所以说种胡萝卜不需要种得很早 但是你 种子种下以后啊 我是用了这样的木板来把 种胡萝卜的地盖住 这样它们就发芽发得快 这些也是番茄 好这里呢 因为我没有铁架子在这里 我就用了盯了两个铁的这个 铁棍 然后 上面呢也是用了一根铁线来固定 然后用这些橙子 把我的 番茄牵引到上面来 这是我的茄子苗 跟番茄一起种的 最近我发现我的茄子的 长得不好 感觉快死掉的样子 然后我把它拔起来 挖在地下 一开始我以为呢 那个是 给冻死的茄子苗 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地里面有虫 那个铁线虫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方法 消灭铁线虫的话 不妨告知一下 原来八颗的 这茄子 现在只剩下三颗了 好可怜哦 后来我在这里掏种了中国的香芹 就是我的芋头 三颗芋头的苗 另外的三颗的 不同品种的番茄 那这一边呢 这一床呢 就是我的 叶菜 高丽菜的床 另外还有甜菜根 还有茄子 这是这些是去年钓的种子 自己长出来的一个石螺 这也是石螺 这棵是什么来的 花来的 就是那个 Puppy 叶树花来的 其实我好喜欢种甜菜根哦 种甜菜根比种那个厚皮菜 要好得多 其实厚皮菜和这甜菜根的叶子是差不多的 但是甜菜根感觉比较好种 那就是我种的 红薯 我种在一个大的桶里面 还有一个废字的轮胎 盆 花盆 也是种了 几颗两颗的 紫薯 那这一颗呢 是虾仪葱 也开花了 到时候让它留种子吧 那这一床就是我的 大蒜 这些呢 是硬脖子的 一个大蒜 到时候会抽台 有那个蒜台吃的 长得好好 我已经拔掉了一些 长得比较小的 来吃青蒜台了 那隔壁那一床 就是软脖子品种的 不会抽台开花的 旁边呢 也是草莓 还有蓝莓 我的蓝莓 原来种了四颗 但是有两颗 已经看起来死掉了 没种好 那这也是一个高丽菜的一个菜床 今年的虫子太多了 大家看到吗 要盖起来 房子虫 都把它们吃光光了 这些是西兰花 也死了好几棵 大家看到有空出来的地方 我已经有移栽 甜菜根和厚皮菜 牛皮菜一起套种上去了 那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的芦笋的 这一个 靠近着北边的围墙的 围栏的 围栏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种了有 四年的芦笋 床 有一部分小条的芦笋 我让它长起来开花了 这是原来三月份种的菠菜 没出奇 不过我摘了好几遍这个菠菜叶 在这里呢 我又重新种了一些大葱 现在已经有长出来了 大葱 看到吗 有大葱苗长出来了 这里呢 靠着南边的铁栏 这里也是芦笋 我自己育苗种的 今年也收了很多的芦笋 到现在还有一些正在冒出来呢 这就是 然后这也是菠菜 昨天才摘的菜叶 旁边这里呢 我种了几颗的 紫薯苗 我的玉米呢 也长得很高了 我在玉米地这里呢 套种了一些四季豆 听说呢 玉米套种四季豆 效果不错 就不用搭架子 它们可以借助玉米的这个高度 往上面爬 这是紫色的糯玉米 还有黄色的糯玉米 那在这些呢 也是种了一些南瓜 豆 另外移栽了一颗水蜜桃的苗在那里 也是四季豆 四季豆 还有几颗的 像日葵 在围栏边种的像日葵 这些都是四季豆这一排 那在玉米这一边呢 我又掏种了几颗的南瓜 这样它们就 在地上爬 盖住覆盖住地面 这样的话呢 就防止那么多杂草生长 大家看到这些草吗 长得好快 天天都要出来拔草 在这里呢 我就 一个星期之前呢 我撒了一些红线菜的种子 已经长出来密密麻麻的 线菜呢 比较喜欢温暖 湿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所以我就等到了6月份的时候 才撒的种子 旁边这一些菠菜呢 看来是要全部要抽苔开花了 今年呢种的太密了 而且天气热 那就留着它开花 收一些自己留一些种子吧 靠近北面的这一个围栏呢 也是有几颗的芦笋 我是利用了所有边边角角的地方 都种了有东西 也很多的草 我的除草都除不过来 好了 那就是今天带大家参观了我6月的菜园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天气阴下来 估计明天又要下雨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